爱没有国界 爱无远不见 尊重与包容 了解而认同 重新发现新著名 欢迎收听多元族群分享爱 欢迎收听我们的多元族群分享爱 我是主持人夏威 那刚刚呢一开始也有聊到 就是今天呢 夏威也有邀到我们新著名朋友 来担任我们的搭档主持人 这个是非常厉害的 同事荣荣荣 嗨 嗨 大家好 我叫荣荣 荣荣来台湾几年了 我来到台湾的今年二十年了 今年二十年了 我们今天要聊到的是 有关于新著名工作创业 你自己算是创业族吗 也算是 也算是 那当中的这个甘苦谈 应该可以呢 就跟着我们的来宾 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好不好 好 那首先呢 我们就要来欢迎我们的来宾 好 欢迎你一家 大家好 我是李一家 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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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宾家是来自 印尼的 印尼的朋友 是 宾家好漂亮 宾家很漂亮对不对 谢谢 而且你知道他的工作就是在台南 开设美容媒体工作 是 但是我们想要先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先来了解一下 宾家怎么来台南的 来台南的 因为我先生在那里啊 是 你来台湾多久了 我来台湾应该快要十年了 也蛮长的 蛮长的 你们 你跟先生是恋爱还是透过媒人认识 然后来嫁来台湾的 透过婆婆认识吧 好特别哦 什么的缘分 就是因为我刚好在登 就是不小心遇到我婆婆 是旅游还是怎样的 没有没有 因为我本来就是进来这里工作的 先来今天工作 先来台湾工作 然后再 机会 就不小心认识了 就是我婆婆看到我 喜欢的 就喜欢 太漂亮了 这个以后是我媳妇了 所以就这样子 然后就认识了 就认识了 先生 对 当初那个宜家室 直接的来台湾工作 你在来决定台湾工作的时候 有没有对台湾有怎样的一个认识 其实也没有什么 完全不认识 完全不认识 不认识 那你就怎么来的 就认为是祖国这样子可以工作 也可以多一些经验 对啊 也可以赚钱 可是一个女孩子家要流浪异乡 尤其是不一样的国家 适应起来 你不会觉得很挑战哦 不会啊 你很勇敢 对啊 所以你来台湾就是文化上有很大的差异吗 对啊 我大概 我刚讲过来的时候 就不讲话 你不讲话人家怎么 因为我不会讲啊 可是人家说可能顶得懂 但是不会表达 对 就听稍微懂 就听就好 所以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中文的 我开始学中文 是现在还在学 现在还在学 就是慢慢慢慢累积 这样每天听 就开始慢慢慢慢学习就对 有特别去学校吗 那时候上记事二小时 可是因为我刚讲过来的时候 就马上有孩子了 所以很少就上课 对啊 所以现在我们在慢慢开始 可是我觉得荣荣的经验就很不一样了 对 荣荣的经验你是 一开始就会说 还是来到台湾才说的 我是现在跟你家一样 前面几个月 大部分都不讲话 但是我都已经上课 对啊 你会主动的透过哪些管道来学习课程 管道的话可以跟着学校 家里附近的学校 或是里长 直接问里长就好 里长会棒吗 我就去问 对 那个里长都是很热情的 在服务对不对 对 可是一开始我想要问一下 就是你们两个 一开始来适应台湾生活的时候 都不太讲话 那不太讲话 你怎么样去让自己踏出那一步 来适应一下我们台湾的生活环境 婆婆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或者是老公不会觉得很奇怪 或其他的家人邻居说 这个爬都没说话 也不会啊 因为我会 既然不讲话 可是我每天早上啊 或是下午 会大招呼 会所有的邻居 我就会跟他说早安 对 因为我就会说那一句 我是每天会大招呼 所有的邻居啊 就是一到人我就会大招呼 是 如果这个 我住在你附近 早上你跟我讲早安 我也很开心的 对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主动 主动释出那个善意 好像人家就会觉得 你是可以好相处的 再加上呢 你是外地人 是 然后人家就会想说 尽可能的就来帮忙一下 或什么 对 对不对 那你一嫁来台南的时候 马上就是想要创业吗 因为我想说你说没多久 就有baby了 就有baby了 对 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来这里打工的时候啊 我会去在市长 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我觉得我的毛很多 然后每次看到在市长 有没有 有人在搬瓶 你的毛很多有不一样的意思 是脸部 因为那时候正在 就是很爱漂亮的时候 对 然后会看到在市长 有的人就是躺在那里 有没有 在搬瓶 刚开始我不懂那是在做什么 怎么有人这样 印尼没有 印尼没有 那那个呢 越南有吗 在越南有 我也没看过 也没看过 越南有 只有我们台湾有 对 尤其就是很特别 就是在菜市场 对 因为那是很传统的 是 然后就继续延续 那你们刚开始看那样子 除了好奇 没有觉得很害怕吗 会 有一点点 我不会 我就会好奇 走在他的旁边 然后一直看 然后又不敢表达的时候 我想要试试看 就是我一直看到 那是什么东西 对 然后一直要看 然后想一想 我好像也是 好像自己 好像那个 因为我们就是这个啦 就是脸部的毛 也是感觉蛮多的 然后我一直等到 那个人就是结束 到底是怎么用 是 所以你才 你是亲自去问 没有 那时候我老板就看到 我是真的很爱漂亮 然后跟我说 你要学习吗 那我是很好夹 然后那时候 学习可以 可是你可能又夹过来 真能够学习这个 你那时候看到的是 还在打工 对 那你原先在台湾 接触的工作是什么 你打工的性质是什么 那时候打工好像 当看护 就是照顾兵人 对 这样很辛苦 而且你需要 朋友耐心跟信心 没错 对 可是阿福会讲 那你怎么 你怎么知道别人的需要 你手画脚 久了之后 你就懂了 他的是怎么样 对 一种默契 对 那所以啦 就是自己打工的经验 对 然后再看到了 市场上班 对 有一天就是 我老板 你看 我去在市场的时候 看你想要是什么 然后就看到了那一些 我都会乖乖在那边 等老板买东西的时候 我就站在那边 就一直看 他说 奇怪 是什么东西 然后就一直看 然后后来 就是老板就跟我说 你想学习吗 那我说 当然想要 但是 他说那个 学习那个没有那么容易 可能要多一些时间 留在台湾 对啊 所以那时候 你有在考虑说 要留在台湾了 没有 那时候还没有考虑 所以那时候 也还没有认识婆婆 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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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我们都听着说毛很多 我们什么毛很多 就是那一年是那样 因为我们新住民讲话的可能多一个字 或是少一个字 所以常常出去外面就是跟大家讲话 大家会好像 好像上条线在那边想 他是你说啥 对 或者很多的问号 是 而且你知道我们台湾毛很多有不一样的意思 除了刚刚你们说真的可能是 连连部的 对 就是那种小小毛 汉毛 比较多一段 另外就是很古毛 龟毛 是哦 今天又学到了 毛很多 就是可能就是它比较多规矩 然后就会觉得 不是那么很容易的 去相处 人家也会觉得说 它很古毛 龟毛毛很多 所以我刚才想说 哇 你很快就知道谁毛很多 太可爱了 好 那自己从传统菜市场去逛 也可以发现当地人的一些生活状态 虽然有很多互动可能是比较有趣的 或者是那时候会觉得很疑惑 不太敢到底 就是还在那边一直观察 是 对 然后之后老板跟你说要学很久 对 然后要留在台湾比较长的时间 对 那时候有让你稍微的停住脚步吗 他那时候因为他认为我很好 然后就是把我当自己的女儿 是 所以就是一直帮我介绍 陆陆续续的介绍 那个好几个 就是说你选择有哪一个 可是我说我没有那个意见 是 对 你还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还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可是我老板就知道说 你因为他会担心 如果我回去 担心我在那边过得不好 然后就想办法把我留下来 但是你没有结婚就不能留啊 对 那个借口就 也不算借口 就是那个正当的理由 一定要有一个 疫情就这样多 对 不过呢 至于怎么样去做这个决定 顺利的 还能够创业 我觉得这当中 应该还有很多的转折吧 好 那我们待会儿呢 下一段呢 再来好好听我们宜家的故事 再见